欢迎回到前进行台湾 这一段我们欢迎新交流来宾 欢迎财经专家邱敏宽 大家好 稍后还有台湾智库执行委员 赖一中赖老师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2003年的SARS这个疫情爆发 那到底是谁下令封锁了和平医院 造成31个人死亡 好 记录片是会说话的 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是台北市政府 做出了封院的决定之后 然后去跟行政院来做报告 但是18年前这件事情 今天的说法又不一样了 今天马前总统他出面受访 他改口说 我是因为接到中央急剑来的公文 要求封院才做了决定 我们一起来看 当年SARS疫情和平医院封院事件 中央地方到底是谁下令封院 绿委挖出和平医院纪录片 只指就是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做出了决策 24号早上 我在市府举行早餐会报的时候 找了邱局长跟吴院长 和平的吴院长来 就做这个决定 我就请欧副市长跟邱局长去行政院参加 他们在会上就提报了我们的这个决定 要在今天封院 卫生署有特急剑给我们台北市政府 要我们立即封院 事实上台北市政府原来已经也做了准备 记录片中马英九说市府做出决定后 再找中央报告 现在又变成中央发急剑要封院 让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游锡坤 重炮回击 游锡坤认为马英九把责任 推给当时的中央已经变成硬拗 听到游锡坤的批评 马英九隔空再回呛 和平医院事件18年后再吵成一团 毕竟封院造成31人因此染疫丧命 历史的骂名谁都不想承担 好历史是会有真相的 不是说你说你对你就对 我们先看看的是 这个邱淑提他在领书上再次的发文 他替自己讲话 他讲到的是他还原一件一个日期 2003年的4月24号 我要请教署长 他说什么 他说那一天的确我们台北市政府的晨会就决议了 是傍晚 不是才要进行封院 因为他说有一些考量 比方说员工需要安排小孩子接送等等 不能这么快 然后开完晨会之后 他回到办公室 立刻就发现说 同仁很慌张告诉我说 他们接到中央传真来 拖醒署长的公文 你本人要求说要立即的管制人员进出 我们都傻眼了 他意思说我收到公文的当下 那个moment那一秒 就说要管制进出了 就要封院了 所以他们非常傻眼说 这种事情是需要做准备的 怎么会立即呢 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接到行政院的副院长林姓毅 他的邀请 然后他跟欧副市长 还有他本人就一起到行政院去开会 他说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关系 是你公文要求说立刻就要封院的 你怎么样来回应 这个马英九 公文典典典典 这个有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时候 比如像说 他说这个是这个还好公事有这个影片 所以很清楚 他自己说我们早上开会开完会以后 就是说那个刘树芳打电话给他来 说林姓毅副院长要召集开会 坦白讲 这个为什么会有封院 这个也是眼内感染才要封院 那封院做不好以后又发生更多的眼内感染 所以这个之前就是因为眼内感染严重 所以我们中央也在担心 他们当然应该更担心 不然就是行政怠惰 所以他那天早上开会 我相信是有的 那再后来就说 接受到我们的公文 如果有的话他一下就拿出来 为什么是拿这张我们后来的公文吗 而且坦白讲 他后来去跟林姓毅 对 他已经就去报告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早餐会报 就决定要封院了 那可能他想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决定是功劳在外面 他也觉得这个很好 没有错 那为什么后来做不好 就变成说好像封院不好 那一下子封院不好 自己又说封院很好 不然的话就造成更多感染 究竟封院好还是不好 你也讲清楚嘛 那现在被人家曝光这个以后 他说中央跟地方一起决定 那这是对的 本来就是应该中央跟地方一起决定 但是他有起心动力 这样想也是对的 那他来的话 我们专家协者就同意他 应该是封院 但是封院有很多种不同的作法 所以应该注意到什么配套测试 什么配套测试 那现在邱石底 这个配套测试做不好以后 竟然打脸马英九 你知道吗 他说这好像封院不好 马英九说封院好 就是好还是不好 讲不清楚 这两个打了打去 这也不是办法 后来他就把这段加进去了 那天接到我们 那你不知道 如果有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是没有 但是有的话 也是后令押前令 他去跟行政院 副院长讨论以后 他又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来 封院比较好 假如他们认为班晚比较好 也没有关系 后来就决定下午 如果你班晚 决定要封院 就要开始准备配套测试 不要我们讲也要做 何况去开完会以后 一定要叫他讲说 你配套做好 你的这个保护 要把保护装备 要给人家提前 那你的里面 怎么怎么输送 你管住进出 管住进出 不是说不能进出 你要好好的管住 谁可以进 谁可以出 怎么进出的问题 我们并没有说 你一定要把外面的 也叫回来 那更离谱 外面的 有把他叫回去 让他在住 隔离的 比较安全的 跑到比较危险的地方 这也是很离谱 那他推来推去 他没有办法推 他就现在说 有啦 我们接到你的 你的公文 那我的公文 后面还有一个公文 你为什么不是 后令 要前令呢 那他怎么会来 我接到 所以他们这样做 好像说 后面不对 其实后面并没有什么不对 而且你后面的公文 只有跟他讲说 如果你需要隔离的地点 你要场所 你要资源 我就协助你 其实专家随者跟他讲的 同意以后跟他讲的 比这个当然复杂很多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细节要做 但是他带回去以后 他没有做 是到两三天以后 才叶金川进去做 所以如果是那天搬完 就决定奉猿的话 他就应该更积极 而且他们应该 如果说他们已经决定了 早餐会要是搬完的话 他说查这几点钟 他就没付准 他就没付配套 这是说法合理吗 本来他就是说要准备了 现在假设说更紧急 他要更积极准备才对 为什么说 好像是搬完要准备 那现在你叫我立即准备 结果就来不及 这是逻辑矛盾 应该更快准备才对 他这个搬完 是自己讲来卸责用的 搬完他也没有准备好 不是搬完 第二天也没有准备好 旁边讲 这个影片讲了 你是到第三天以后 才开始 有这个叶金川的介入 所以这个部分执行能力不好 结果他现在就来跟 马英九两个人打脸 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所以变成说 套承说有啦 推进者有先来公文 奇怪 推进者公文你后来不是 已经去讨论了吗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拿出来也可以啊 林信义 副院长开会的时候 你可以讲啊 但难道林信义讲的 同意的 变成说 但是推进者有先讲 我要先听到的 不听林信义的吗 这不是乱讲吗 那林信义 副院长也有打电话给我 说 游院长有在跟他讨论 说 你这件事情是怎么样 他说 他很清楚 马英九事前 通通都没有跟他 报告过这个事情 或讨论过这个事情 因为马英九是那天早上 才在跟他的 卫生局局长讨论了 怎么讲 时间有跟你讲呢 没有 当然 事后 游院长会知道 游院长牵出召集 我们说 这个台北市发生这个问题 虽然是台北市的责任 但是我们终于要全力支持 所以这个部分 游院长是非常nice 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是 全力支持 我们才不管你说 这个东西做错 当然我们知道你是做错了 才会发生案内感染 那案内感染以后 我们才要讨论 那封院如果做不好 果然做不好 是因为现在做不好 所以这个邱思迪 秦机长他讲的这些 我们本来是无言理对 不想跟他讲这一方面 因为我知道他心情 当然也有手不好 但是他后来把这个共同拿出来 我们组好来跟他 还演真相 所以我才会写那篇还演真相 没有想到说 这个马英九马办也出来 马办那些人可能是没有经历 那个十八七七百 就随便乱讲 把他政治段乱扯 我本来以为是马办的人 搞不清楚 所以乱写 后来才知道原来无良政客 是不是 原来是马英九自己 所以他怎么会出来 还在讲这个话呢 他越讲越乱掉 上面两个纪铃因为我们从那个纪录片 他自己有讲对不对 然后包括监察院的报告 我请教一下周医师 周医师在当年他也是职业的医师 也临床的医师 来监察院报告是这样讲的 他有特别点到一些事情 讲的就是说 你们在四月二十四号那一天 你要相关的一些物资 人力 还有配套都非常的不够 时速安排等等 这个家庭子女生活照顾 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做到令人满意 然后他也讲到说 封院之初有部分医护人员 病患家属 心里非常的焦虑 导致当天或是后续 有出现一些脱序的现象 然后台北市政府责任在哪边 他的为师 监察院讲说 你封院的配套不足 就地隔离 措施欠当 然后还有这个召回医护人员的目的不明 而且程序非常的草率又很混乱 途征交叉感染的这一个依据 那你在看整个相关的状况里面 周医师我请教的是 你再去回想一下 你当时SARS看到 因为你不是在这个势力医院的体系里面 但是你看到当时的乱象是怎么样的状况 而且我那时候是Fellow2 第二年的总助院医师 所以那时候在领口长庚 也是有收住重症的SARS病患 也是有插管 所以这部分的一个照顾 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 是极大的压力的一个工作 没有轮半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 其实这一次的和平封院 真的是全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封院 所以在许多方面的一个步骤 的确是有失粗糙 但在某种情况上 就像书长所提的 它有效的减少当时 无法预防的社区的一个传染 所以某种程度是成功的 但是问题是在某些方面 却因为技术上的一些问题 而造成遗憾的局面 哪些技术上的问题 第一个就当时首长做决定 但他必须有行政幕僚跟技术幕僚 技术幕僚很明显就是现在 某一个女主角的一个技术幕僚 我们看到他在整个建议的过程中 可能没有想到过和平医院 它是一个区域医院 甚至是区域医院底下的地区医院 也就是说他当时各次专科的人力 根本不够 胸腔科医师 感染科医师 跟急诊科医师 才有办法处理这些 所谓的一些重症患者 今天决定要封院 首先要问的就是说谁来负责查管 谁来决定病人的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 那谁来在隔离的情况下去调整呼吸器 谁能够来治疗这些一般型的病患 跟重症病患的一个区隔 所以在当时没有配套的情况下 贸然封院 甚至说在隔离的一个部分 召回的一个目标 跟阶段不清楚的情况 把一些该召回的没有召回 不该召回的却召回 造成里面最后是24个人离病 7人死亡1人自杀 所以这些部分就告诉我们 这一直是一个很关键的教案 让我们知道第一个 准备不急不应该封院 对照现在的情况 所以师我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都常看到这个秋淑提 它那个太空装 秘密实实的那一个部分 那我请教的是说 你当时在那个长庚的状况 你已经有那些装备了吗 可以有这么样高规格的防护了吗 我们来看新闻画面 其实大家不是看局长本人 要看到后面的人 他们从门口走出来的时候 邱局长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摘掉口罩 这根本不应该在一个 受过训练的医疗人员 在open space去把这些打开 这就是染污了 但是大家如果往前几秒钟看 后面走的人全部都在N95 也就是戴手术口罩 所以忍不住就要问了 那大家都是进去一个危险的区域 同样是和平隔离 就产生这些阶级区分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这个技术上的一个照料要注意 那第二部分就是 它的一个隔离装 我们没办法戴这种氧气 对 两色气品 解锁未闻是不是 在一届没有看到有钱 这绝对是最安全 但是我觉得可能局长 不晓得那时候可以戴太空面罩 我们叫做一个 一个镇压防护面罩 整个脸罩才会更好 那时候应该提供它的 这样会更安全 所以我就觉得 当时它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那个阶级主义 大家看了就会非常非常讽刺 你光是比较之后 你就知道 来 米宽哥 当时在和平医院 他们分成A栋跟B栋 A栋的部分的话是门面 B栋在后面 重感染的人在后面 所有的医护人员在后面 嗷嗷待哺 这件事情到后面 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说法 跟很多不同的一个内容 但其实我们都可以 历历在目的看到几件事情 因为这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 让后面大家心非常的碎 第一个 当时有记者其实是卧底在里面的 卧底在里面之后连记者都受不了了 他想要逃出来 可是他没有办法出来 各位都知道 很多护士后来他们就写小纸条 贴在门口的窗户上面 甚至于后面有人把小纸条 用石头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写起来往外丢 那些记者有些人跑去抢 有些人没去抢 因为不知道到底里面 有没有什么病菌 可是当医护人员 他们手无寸铁 他们身上不知道该有防护医 没有 他们用语医绑 各位晓得吗 其实后面在整个和平加速当中 我看到那封信 我都觉得很难过 他们说之前的资源就已经不够了 医疗的资源不足 在封院的时候 其实900多位的医护人员当中 有一半的人员在里面 前一天只吃一包面 为什么 因为医疗不足的情况之下 当时有一些重症的一个病房 他们医疗的资源 一些饮食的资源先给他们 可是当邱淑提 那时候是局长进去的时候 大家说你到后面来吧 到后面来看看 他不过去 他就在A洞晃一晃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 他在干嘛 他很明显的他是在作秀 作秀完之后 当时有很多位的医生去跟局长说 说请给我们医疗资源好不好 然后呢 那个时候局长一个眼神望向了院长 就跟他说 你们自己搞的事 你们自己负责 如果说今天做一个官 官威可以搞到这么大 然后后面 我们当然很多事情可以去把它做一个缓整 缓整完之后 我们目前去看到监察院的一个报告 我们目前去看到高院的一个判决 后面这件事情 有没有国陪 有国陪 那个内容大家都有了 也谈过很多天了 但今天令我们生气的一个地方是在于说 今天在国难当前的过程当中 今天是不逃他有事情 今天也不知道那个火从哪边点过来的 沿路就从杨志良开始点 点到了秋淑提 点到秋淑提完之后 后面连马英九自己都提着整个油桶 出来做灭火的一个动作 然后他突然间说 这个地方我们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我们台湾都是网路报名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霸凌他们 然后甚至于还说 他要保留法律选择权 法律追逐权 然后呢 现在已经很多网民就说 那我们一起来好了 一次两三百个人就上去 那为什么 所以我们去把这件事情 仔细的去想一想 就是说 本来这件事情是不需要有的 然后突然间有人出来 他出来之后呢 就把自己视为所谓的一个味道人士 视为自己是正义的人士 但是他忘了 很多事情是有佐证的 很多事情是后面可以来做追踪的 我们今天不想再去谈和平医院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很高兴天佑台湾 今天我们连续三天 没有国内的一个事件 可是这把火是谁点的 然后点到这个地方 台湾的法区人 那各位 这个叫做哪一国的公平正义 这个才是令人觉得 最生气的一个地方 好 我要请教任俊哥 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摊开来 大家来看 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到是这个陈建仁 他那时候是临危受命 他担任卫生署长 然后他讲说呢 立刻就建立这个院内的感控机制 然后呢 四五百间的这个医院的管控 都做得很好 但是从这个SARS的 这个失败经验里面 他看到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的经验 学到了教训 所以落实是循序渐进 这一次来处理这个布陶的事件 那他讲到说 有点奇怪 为什么邱淑婷又会提到 封院这件事情 他就说 一朵的经验 已经告诉你说是失败了 也不需要从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要得到一些 学习的经验 要找到更好的方法 所以对他为什么会提这个 不太了解 那另外刚刚说 这个提油救火的 状况里面我们看到是 光是这个标题 你一看就觉得 马前总统 那时候的马前总统 他说我是台北市长 我在早上汇报 就已经做了决定 那现在讲说 我很幸运做了这个决定 那他应该要好好的承担说 这就是我做的 为什么不刚刚时期 有评论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做好好的对比 当邱淑提 他在讲说 为什么他会被污名化 他觉得那些责任 不在他身上 我们再去看看 那个案838的医生 他一直在干嘛 他在检讨 他觉得说 我为什么会造成 其他人的染疫 不逃十几个人的染疫的状况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 那两边的对比 真的是天差地别 来 任俊哥 其实我自己有医生的朋友 他们在这段时间 听到大家一直在谈论 当年SARS和平医院的那件事情 其实对他们来讲 那是一个很深的伤痛 可是对他们很多人来讲 当年因为有那样一个伤痛 我们定定了很多 在后来在面对这种 所谓未知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处理的依据 其实从那个惨痛的经验里面 所得到一个宝贵的教训 所以你说在那个当下 在还没有对那时候的疫情 大家有更多的资讯 或者认知的时候 第一时间乱了手脚 我认为没有人 会在那个时候去苛责 因为你确实没有遇过 然后他来得也快 那甚至有很多这个感染情况 你记得我们在这一天 因为很多人其实 忘记18年前发生什么事 甚至如果电视机前面 观众朋友更年轻的 搞不好根本不知道 台湾曾经发生过这件事 可是那时候也因为 很多的资讯不够透明 包含自己这个病患本身 他可能也不会让人家知道 所以你看人际医院的那个案子 后来拌到高雄的长庚 大家都只因为他讲说 没有我都没去 好来一个一个这个医护都确诊 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对于这些曾经发生的过往 或许很多观众朋友 我们不是参与其中这 所以他真正有感触的是 当年在和平医院服务的那一些人 现在还很多人还在第一线上面 所以现在去讨论说 谁对或谁错或者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也必须讲 有很多的医护朋友 他其实不愿意再去谈论那一段 因为宫金姐 太痛了啦 对 那真没有意思 所以我们回来看 你说谈丰愿的这件事情 反正现在有很多的公文都露出来 那你会发现在这件事情的公文上面 变成是一份公文各自去表达 大家抓一个点说 没什么想象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其实你大家知道我是军人出来的嘛 那军人基本上有一个 就最坏的时候就是断箭 什么断箭的意思就是说 我整个都去 我就大家都牺牲 可是比如说以清扫战场的这件事情来讲 一个就是把我方的人员撤出来 然后我们清扫战场 还是把我所有的人全部也困在里面 大家要扫 大家一些变下去 那其实你回来看封愿这个决策的时候 到底怎么封 事实上我认为它是一个到后面 大家会去不断的讨论 也就封愿是要把所有人挠回来 它拱在里面吗 这是一种封愿的方式 还是我是把人撤出来完了之后 把这个愿区里面 因为他如果担心这里面是一个 已经成为一个感染源了 那我把人其实做了隔离之后 我把它清除出来之后 比如说我分舱分流之后 那个东西其实分区分舱分流 其实就是当时和平医院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那些医务 他那时候不断的在玻璃上面贴的那个纸条 健康的人不要被关在里面 所以一个决策 其实重点决策的本身是一个问题 执行者的本身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那个时候和平医院作为势力医院 你再回来看看你刚刚所提到那些报道 当时这一些人包含邱淑迪穿着太空砖 站在这个和平医院的门口的时候 他没有说谢谢我后面的长官 谢谢卫生署的长官们 你们给的指导 没有 他强调的是他个人 我跟大家站在一起 决策是我们做的 包含你刚刚的那个报道内容 马英九也讲说 他其实当年那个时候就做了这个决策 在那个时候 对不起我修正我的说法 没有功劳 那件事情没有任何人有功 对不起我修正我的说法 因为对所有人来讲 那其实是一个很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大家都说 对控制住了 是因为我们处置得当 结果现在大家回来 质疑跟批评的时候 那你今天觉得 没有没有 那其实跟我们都无关 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执行者而已 那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讲 民众其实讲真的 我刚刚强调在SARS的那一件事情 大家得到最宝贵的教训就是 我们如何面对这样子一个未知的情况之后 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能够避免伤害更为扩大 我觉得这才是在这整体世界里面 大家回来看SARS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真正想在这里面 再知道就是说 我们如果在这一次里面 有不足的地方 然后我们如何的再去 从这个教训里面 得到第二次的教训 下一次我们再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好地处理 但我只可惜讲 对 我只可惜地讲 当年参与决策的政治人物 现在有很多人 只是不断地赶快出来讲说 你不要管我执行 因为我只是在做的是别人告诉我 所以你不要骂我了 因为我所有的东西 我就是只是一个背黑锅的角色 对不起 当年背黑锅的不是你们 背黑锅是那些在和平医院里面的 那一些医护人员 他们才是为了你们在执行过程 所做的决策里面 他们是真正处在其中的当事者 他们不是当事者 我觉得某种程度叫做被害者 那刚刚仁俊哥讲到说 避险这一块 如果说你从经验当中学到教训的话 你会懂得要避免风险 对不对 但是朗东我们来看一个状况 今天马英纽受访他还讲了别的事情 他主要讲说 他很幸运说 我做了这个决定 那你如果敢做就敢当 为什么现在又在说是中央的决定呢 他这样今天又受访 讲一件事情 大家在问他说 你认不认为武汉肺炎的疫苗 中国如果能够给台湾的话 这个可以作为两岸的润滑剂 他怎么回答 他说呢 如果台湾能够接受 那当然是啊 但是台湾并不接受 他居然希望我们可以打中国的疫苗 你会不会接受 不是啦 中国的疫苗就是有多风险很高的嘛 那马英九他喜欢润滑剂 他就自己去用嘛 那是不要把台湾人去拖下水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是说这些人 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反省 是说他过去在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 那包含是说 例如说疫苗这件事情 为什么泛滥的国民党那么爱提 因为它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说 他希望是说台湾这边 主动的跟中国拜托 请中国给他们疫苗 但是你要大家注意说 中国疫苗整天出包风险很大 巴西都不想用 那为什么台湾要先用 要先当白老鼠 他们自己官员还不敢打 年纪一定以上的官员 还可以免于试用 这种奇怪的疫苗 为什么台湾要先用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好那接下来这些国民党人 第二种攻击是说 但是代理了欧美的很多药厂 他在亚洲的总代理 其实是上海的复兴医药 也是中国公司 所以说如果台湾人 不想打中国疫苗 想打欧美疫苗 也要透过中国代理的这一手 还是要跟中国打好关系 但事实上 在整个疫苗的处理上面 我想指挥中心 已经多次的去强调了 是说一直都有在接触 不管是COVEX的部分 还是说跟国外厂商 接下上面 其实一直在谈 只是因为你直接谈说 我已经跟拿上讲好了 中国会打压 基本上现在疫苗 就要防疫如作战 就像军购一样 你如果马上跟他讲说 我跟哪个厂已经谈好 说要多少剂的话 中国就直接跟你加码 施压的时候 台湾可能就买不到 所以我认为在疫苗 这件事情上面 大家真的不要操之过急 时间到了 大概在一两个月后 三月四月左右 疫苗就出现 医护者就会都施打 疫苗也不是万灵丹 你疫苗打完之后 如果所以没有居家隔离 没有相互的演绎 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去做的话 疫情还是会不断的上升 这已经成为了一个 政治操作筹码 回到整个监察院公报来看 其实刚刚提到很多 我就补充一点 单一点就好 监察院公报里面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去说 刚刚有提到是说 这个责任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没有人想要翻旧账 因为呢 面对一个未知的疫苗 刚刚任俊哥讲得很清楚 每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重点是你有没有一个反省的心态 其实当初在监察院公报里面 也觉得是说 卫生署也有一定的责任 包含中央在内 没有马上去建立一个 统合中央跟地方的一个组织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了 疫情指挥中心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的防疫体系 去面对一个新的挑战 以至于我们在面对武汉肺炎的时候 能够防疫成功 所以你会发现的是说 过去你又说民进党一点错都没有 这个话是不成立 可是我们反省这个过错 而且从过错当中 获得世界所肯定的成绩 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台湾人 都看在眼里 那回来看的是说 那邱淑提他到了现在 身上的太空装还没有脱下来 什么意思 他面对很多网友的这些指责 很多人的这些不满意 他选择态度说 这些都网军 这些都人身攻击 辱骂 我选择把它封锁 我选择要去提告 他没有想到说 其实里面很多人是觉得 你这样讲 对于医护人员不公平 也对现在辛苦防疫的人来讲 是世纪上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过去也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监察院公报讲到 台北市政府 那个时候 在这个24号 就是2023年 3月 4月24号的时候 早餐汇报中要当晚封愿 这个是他们市政府的决策 然后后面也指责的是说 这个部分上面 他们这个卫生署有函视说 你要有接管小组 结果没有做到 然后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资源完全不够 你更进一步去看的是说 市府 市府就台北市府了 马英九 秋淑提 他们市府应变不足 酷寒状况之下还关冷气 而且没有足够的防疫设备 所以你是知道说 很明显知道说 他们那个时候 有非常多的疏似 我是问一个状况 如果马英九跟秋淑提 他现在出来是鼓励医护人员 他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 请问你有没有会翻旧账 有没有人会去提和平医院的事情 因为台湾人是非常宽容 他觉得说 你对过去是一件事 因为他那一篇脸书文 他其实是洋洋得意说 他当时那个风院的作为 是好棒棒对不对 所以是这样的概念吧 他一开始第一句 三个惊叹号 然后又说什么 讲现在防疫成效 全部都大内宣 拜托人家美国 英国世界各国的 都来帮民进党做大内宣 蔡英文也没有这么厉害 所以我是觉得是说 他们这个主张是最大的问题是说 好你现在一律到质疑 就是说中央跟地方共同决定 当初这个民进党 跟马英九是共同决定的 然后平时每次都讲说 其实风院非常的明智 做得非常好 这其实这一连串的行为的话 都在帮这个防疫的 这个扯后腿在添乱 而对这个整个事情 没有任何帮助 其实他们最希望看到 就是恐慌 最好的话 每个人都很恐惧 然后一看到一个人 跟桃源有关的我就怕 跟布导有关的我就怕 然后搭过车的也怕 每个人都关在家里 自愿封城 让台湾变成一个死城 变得跟中国一样 他们就觉得说 终于把台湾拖下水了 然后倒到医护人员 在各种的压力底下 最好都离职 没有人去帮台湾做防效 然后之后 台湾真的就如同 他们所预言的 这个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破口 于是乎他们就变得非常开心 终于证明说 其实你们做得很差 但事实上我们发现 是台湾本身是团结 送去布桃里面的物资 餐点 或者是说 虽然有少部分人受到影响 可是绝大部分人 对于医护人员 都是给予非常多温暖 大家在公众场合 尽量避免人潮聚集 去戴口罩等等 其实是没有被吓到 那我认为说 台湾人这种团结心 大家一起为台湾好 这个决心才是最重要 那国民党人 我当然可以理解说 他基于政治上的一个考量 他就是有点眼红说 我为什么民进党 可以做得这么好 觉得他政治声望受到影响 但是事实上 我认为这没什么好担心 选取来这么久之后 他就一起先防疫好了之后 再来去面对未来的政治 这件事情是很难吗 因为眼红这个推论 我觉得蛮合理的 施琪 我们先看 杨世良不是说 要救着那个医生吗 要把他开敌 然后这个邱淑提 他不只是讲到说 不进不出 封院这种方式最好 他还提说方舱医院 然后吴思怀又讲到封城 对不对 这些都不是建言 他们都是某种程度的眼红 怎么来看 我觉得台湾社会 我一直强调说 其实台湾社会是有能力 可以判断 可以辨别说 你真的是在提出建言 还是你在扯后退 那其实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 也有非常多的医学专家 他们也有一些 跟指挥中心不太一样的意见 可是社会上面 有没有骂他们 没有 因为大家觉得 你是基于你的专业 提出一个 可以让指挥中心 做得更好 更满 更完善的 这样的防疫措施 所以大家 没有骂他们 但可是 当邱淑提 杨志良 或者是吴思怀 这些人跑出来讲话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会骂 为什么会被出征 为什么邱淑提 说你看报名都跑来 跑来这一个 他用报名来形容那些人 对 就是因为你不是提建言 你是一开始 就在那边扯后腿 一开始就在标骂 你就说人家是拍马屁的 然后是大内宣的 那防疫的成绩如果好 其实大家都受贿 他不会说 哎哟 只有这个谁谁谁受贿 然后国民党都不受贿 不是这样的啊 防疫做得好 大家2360万人 通通都受贿 好啦 那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觉得 这些被大家 所这个出征的对象 然后这个 认为他们发言不当的 这些对象 他们一直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情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他们可能某些部分 是的确很嫉妒 很眼红 说可恶啦 现在怎么都可以 让民党在得分 这件事情 他们无法忍受 所以他们就不自觉的 那个路就会越走越偏 发言就会越来越极端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 国台办今天开了记者会 国台办呢 就把陈时中骂了一顿 而且他不讲 他没有讲他的名字 他说这位先生 他说这位先生 那陈时中我觉得 他也反应超快 这位先生没有评论 对 好 那就是说 我会觉得啦 就是当中国在骂 这位先生 用政治防疫的时候 你看看跟国民党的用词 一不一样 国民党是不是也在骂陈时中 政治防疫啦 你根本就没有按照专业啦 没有用科学啦 你都在政治啦 哇 为什么你要跟国台办的用词 一模一样呢 跟马英九也一模一样啊 中国疫苗很好啊 是一个润滑剂啊 那可是我们的法律 就不允许中国疫苗进来嘛 那这个让国民党 我觉得一直 一直找不到自己 该有的那个定位 看不得民进党做得好 然后所以你就自甘自己 变成国台办的发声筒 传声筒 跟国台办沆瀣一气 回过头来 骂我们这个 到目前为止防疫 还算控制得宜的指挥中心 政治防疫啦 等等等等 我会觉得 社会上面是有判断力的 所以你越疯狂的表现 越疯狂的发言 其实你会扣分越多 马英九还是尽可能的少出现 我觉得真的 对整体的国民党来说 会是比较好的事 好 讲到这个国台办的朱凤莲 他是讲说有人以这样的理由 因为那时候不是有人来问说 这个台湾的核酸检测 为什么比中国贵十九倍吗 然后那时候阿中部长 英文人比较準啊 结果他就说 竟然有人以这样的理由 为台湾高昂贵的 这个核酸检测的费用 来做检测 来做辩解 非常的荒唐可笑 可见了他在专业上面 是非常无知的故意要混淆 概念 企图要蒙混 台湾的民众 那我再请教一下 这个赖老师 我们看 当马英九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中国疫苗是两岸的润滑剂 他居然会说 当然是啊 怎样来看 这当然是莫名其妙 而且是在胡扯乱讲嘛 就是说 其实像我现在 偏标管说 是不是中国疫苗 这样台湾本来就是 由于我们自己立定的规定 任何国家 其他的疫苗要进来 包括美国在内的 都要经过一定的检验的程序 跟COVID 这个东西 是我们有一定的标准 来检查过 觉得可以 他才会用啊 所以这个东西 跟什么意识形态无关 不是说因为中国 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而且我还记得 就是我们国家的 那个医事 或者是那个医疗的法规 其实还蛮相当严谨的 我还记得在2015年 就是那个时候 巴仙的那个乐园 就出现这样的一个 很严重烧烫伤的事件 而有国外的那个医生 他那时候刚好来台湾 他想说他可以来帮忙 不能够在台湾 进行任何的那个医 那个医疗行为嘛 医疗法 所以他只在旁边怎么样 当顾问 然后那个出个嘴巴 给个意见而已 就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是 我们是有一个法规的社会 不管是哪个国家 他有任何发明什么 仙丹妙药 对不起 在我们这边就是要经过 一定程序的检验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能够获得准许 那这个东西跟所谓意识形态 完全没有关系 那但是马英九 他自己做总统 不去管这个程序 马英九讲说 中国这个东西就变成 我们仙丹妙药 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来做润滑剂 他那么来润滑剂 朗东刚刚的玩笑话 一语双关 让他自己去用 没有双关 没有双关 要认网什么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都常常会关心说 对岸疫苗打一打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状况 我先请教图书长 你感觉足够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 我们看到 比较具体你会吓一跳 曾经有人讲说 其实三种副作用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个实例 他是上海航空 这个公司里面 有一些主管 打了之后 叫做上司正常的行为能力 然后我记得敏欢哥还讲说 因为他们倒在床上 背不起来 这好几天 一两天的这个时间 两天 怎么样来看你敢打吗 这个疫苗 最重要的决定要不要打 是看他打下去的主作用 是不是比较多于副作用 如果说你打下去副作用 多于副作用 那这个东西就没有意思了 那坦白讲 疫苗不是用来认划的 因为这个认划是什么 政治认划的意思吧 他大概是讲 两边的关系好一点 我们为什么要用疫苗来 增加两个关系 都想不通 所以这个部分两个 国家跟国家的关系 应该是科学来判断说 要不要用 不是说这样用 会不会认划一点 会不会感情好一点点 这是很奇怪的 那要不要用 用科学的判断 我是不敢用 因为他第一 他的资料都不大 看不清楚 那到后来他们用了 有一个清楚的说 50.38% 那50.38% 我当然要选那个 95% 至少选70%有效的话 我总会选那个 5.38% 第二个 听说副作用很大 再来打下去 如果只有50% 我很担心 不是打了没有效 是打了自以为有效 自以为有效 就会产生这种 就是假的安全感 就是跑跑蛇 就好像去非洲一样 结果就反而都被感染 这个是我们公共卫生上 比较担心的是 假的 这个错误的 一种安全感 那这种会造成 这个公共卫生上的问题 我领个大家都紧张一点 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 不要乱摸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承认 病毒不是存在人 病毒是存在环境 所以自己不要去把病毒 送进你自己的眼睛 嘴巴 鼻子 这个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 去拆什么新冬的病毒 去说什么其他的 好像人把它管好 我们现在都要求证明 你把坏人都管好 如果管不好 你就真的要用补筛 把它找出来 补筛的话 假阳性出来 你要把它换到 富亚隔离病房 台湾是这样 假阴性 他就要求你说 你去检查三次阴性 你要不要让他出去泡泡舌 这就麻烦 最好还是直接乖乖的 关十四天 这个是最简单 明了有效的 已经被台湾证明 我们可以思考 效力不足 然后它副作用 有那么样的多 所以你说不要说 它是润活界 根本就是毒药不是吗 其实我们要从科学的观点 来做整个探讨 如果今天你的 所有的实验样本 你都有经过 国际的一个认证 那国际认证说 你们家的药 疫苗 真的是包括了 一期二期 三期临床 也都过了 包括了COVID 也都愿意用 因为我们有加入 COVID的一个分配 那么到时候 进入了这个流程 我们自然都会用 今天谈论到检测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那个当中的SOP 是有差别的 我们台湾去今天验一个病人 包括了设备 包括了防护医 我们就是换了一套 中国大陆他们怎么验呢 他们是十个人一组 所以你今天进去 是十个人全部验 验完之后放一个样本 然后这个样本 如果出了问题之后 再溯源回来去查 其中当中谁出了问题 所以为什么全世界 对于中国的一个检测的方式 是有担心的 谈论到润滑剂这个问题 如果说今天要润滑剂 很简单 今天连美国的国务院都说了 连日本也都说了 你们不要飞机每天一直来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然后今天你们宁可在整个 记者会当中去张牙舞爪 然后每天飞机 就来我们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来飞来飞去 然后一边又跟我们说 你们台湾这些人民 你们都不爱我们中国大陆 我是你们的祖国 各位你去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每个 有一个人拿着棍子 在敲我的头 每天一直敲 然后敲敲就说 你怎么都不爱我 各位我如果真的爱他 我才是头脑有病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 要去抓那个来龙去脉 就目前来说的话 中国当然有他们的疫苗 那他们的疫苗 我们能不能用呢 目前来说 经由正常的法规 国际的验证 FDA的许可 COVID等等 那没办法用嘛 那没办法用 他们就自己用 那很多人一直说 那有可以当润滑剂的 这个当中 未来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 按照标准法规来 就如同这次 我们这次 其实我们的亲愿 当时有人说晚了一点 但这三天 目前来看 非常很担心 神经都绑紧了 但三天 我们目前都是本土龄 再经过几天 今天都已经 来到了26 27了 2月4号之后 我们可以 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再过7天到14天 我们这次的危机 我们就度过了 那这次危机度过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想想看 我们2000多万人当中 多数人是团结在一起的 最近好多人开始说 奇怪了 为什么国民党 他们的支持率越来越低 我最近就发现一件事情 之前在罢王浩宇的过程当中 跟关中天的时候 其实他们那时候 气势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很多的青壮派 他们都觉得说 他们未来 大概2022的选举还不错 可是最近看到这些老人家们 看到杨志良 看到马英九们 他们这些人 这样子做了之后 好多青壮派又开始担心了 为什么 好不容易累积下来的资源 现在就是全打棉花 全打棉头 然后一直挥空拳 挥空拳的过程当中 大家突然间发现 年轻人有一直要上来 可是上面的人 hold不住的hold不住 没有方向的没有方向 如果说国民党老少将一团散扎 你们想要重新拿回政权 真的没那么快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顺着敏欢哥讲的 对岸假设他的共击老台 是每天都跟你讲一下 假设是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 会跟你讲一下 我不用准备头盔吗 我们的头盔形容在这边 我们的国军战略 战略的关键武器 万箭弹 潜力的挂载 演练首度的曝光了 就这样挂出来给你看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 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后 他到底对中的态度会是什么 其实我们有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明朗的感觉 比方说国务卿布林肯 他通过了听证会 这个票数蛮漂亮的 78对22票 所以他高票的过关了 那他特别讲到什么 他说美国对台湾有长期 不分党派的承诺 他也确保台湾有能力 能够自我的防卫 还有他讲到说 中国对台动武将会是严重的错误 他也希望说台湾在世界 扮演更大的角色 还包括国际组组织的部分 怎么样来看 蓝老师 其实之前可能大家刚开始对拜登的团队 拜登本身有一些疑虑 但是我看现在他的这些任命的这些人 基本上大概就不会是欧巴马原来那一批 就是说对中国比较前善那些 而且人家有说我们进化了 我们起码是欧巴马2.0 就是因为有更新版了 我觉得不要欧巴马2.0 就拜登1.0就好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那个布林肯他在担任的国务卿 当然他在担任副国务卿的时候 就跟我们蔡总统亲自见过面 双方之间也有谈过 那我觉得更有趣就是说 他的那国安的会的那个团队 如果说你注意看 他除了说Jack Sullivan 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然后大家知道那Kirk Campbell 他担任那个印太的总监之外 另外他的中国事务的这个主任 那个Lauren Rosenberger 他在那个German Marshall 在担任那个研究员的时候 实际上他专门是处理 有关中国锐实力 就中国他对于美国 对于民主国家的这个渗透 这在过去从来 美国没有一个 对中国事务的处理的人 会去专注中国对其他国家渗透 这样一个专长的人出来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这个的那个任命 所以从这边来看 我们会关心就是拜登 他对他的那个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政策里面对中国 在目前来看 基本上他对中国 他不会太软弱 然后再看到这个 就是前一阵子 共济不是老了台的时候吗 他们是美国国务院 是在放假 然后直接赶快那时候 用一篇新闻稿出来 所以说那是放假 加班去弄的东西 这跟欧巴马时代的处理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 他在对台这部分 那目前来讲 先不要管说 他对台称位或者怎么样 但起码第一个 肖美琴他有办法 能够以这个外国 这个大使使团身份 能够进去 拜登团队 他们并不反对的 第二点就是说 他在有关台湾的 国际的那个参与 以及他对于老共 对台湾的这个威胁上面 他已经不只是 关心有关台海的问题 还包括说台湾的这个经济 还包括说台湾的国际参与 这些他都认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换句话说 他对台湾的关切 已经不光只是台海 到底是不是要维持和平 有没有战争 那会不会把美国拖下水 而是在于说台湾本身 做一个民主 做一个那个团结 以及这个经济上面 能否繁荣 这是对美国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起码我觉得 在这个部分 固然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期待说 他跟川普完全一样 因为这样的话 那两个就没有差别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绝对不会是像欧巴马 所以说在 我觉得在很多的起始点上面 我觉得看到 目前来讲是有在进化 而且对台湾是 对台湾有利的方向 那老师如果我们看 中国最近在干什么 你说这个共激老台 你有发现吗 他们其实架次 最近是比例蛮高的 但是来的这个架次变多了 那他不是习近平讲说 不是谁的拳头大 就说了算吗 他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台 25号的时候 还有特别一个视讯的发言 我晓得你怎么看他的发言 因为我们的驻美代表 肖美琴就转发了他的话 因为他是怎么讲的 他自此讲到说 我们反对市场凌落 不能够谁拳头大 谁就说了算 然后他转发他的内容 跟他讲说 我会引用他的话 因为你不能说 你自己拳头大 你去打小的 不能够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写稿的人 是不是事后会被究责 因为他这个稿子写的 好像是在高级酸 习大大的这种味道 来来老师 反正习近平很多话 他就是拿过来检验他自己 他每个东西都不对 但是基本上中国很多都这样 特别领导者 他都检验别人 不会检验自己 那那个我们也知道 他就在这个欧巴马时代 他就对欧巴马说谎 2015年跟他讲说 南海不会填岛造陆 结果跟他讲完之后没多久 马上跟着那个填岛造陆 然后还军事化的东西 还在加速 机场都来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说 习近平本来 我们就知道他在说谎 然后而且把那个说谎 当成这个是家常便饭 而且他也不认为说 他说谎这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现在来讲对台湾来说 我们要注意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强化自己本身 那个防卫的能力 那在这个地方 当然今天有出现一个 所谓万箭弹的这样的一个武器 当然那个万箭弹 它在国际上面怎么样被认可 我就先不要讲 但万箭弹如果坐台湾来那个抵御 就中国可能那个入侵 我们不可能就是说被动的 人家那个有 那个飞机或者是飞弹过来之后 我们来防御 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波攻击之后 我们马上要能够阻止第二波的攻击 换句话说 对于他们可能会继续对台湾侵犯的 像飞机他们机场 然后他的飞弹机 当然就把他摧毁掉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 万箭弹 它的那个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 赖老师因为今天 我们看到在网路上 有一个国民党认为说 哎呀我又捡到好东西了 这种味道 不过呢 越看越好笑 我们看到的是国民党 他们有这个说 胡志强那时候是驻美代表 那肖文长那时候是立委 然后有跟柯林顿有一次这个握手机会 是1996年的8月29号 他就说你们说什么台美关系最好时刻 我们那时候做的 怎么样来看这个事 没有他这个国民党在偷换概念 因为我们讲是萧美其他有办法 以这个外国那个使劫团身份 进到这个就职的大典里面 但他讲是说美国的民主党 他的民主党代表大会那边 有办法跟克林顿总统见面 当然了以克林顿总统他本身 那时候有很多的为安 所以说你要能够进去 一定是有经过事先的安排 但这个地方我们当然要去称赞 就是胡志强他那个大 那时候他也一定是有能力 他一定是有能力 他一定是有能力才有办法这样做 但很重要的点就是说 那个是民主党党代表大会 我自己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 我也参加过民主党党代表大会 参加过共同党党代表大会 那那个一般来讲 共同党党代表大会 他的内部的纪律非常的严明 一中老师在2000年的时候 是民进党驻美代表处的主任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这张照片 胡志强他没有讲什么 可是国民党拿出这张照片 他说是给民党重重的一级 有重重的一级吗 我觉得没有啦 就是在那个党代表大会 然后那个在选举的时候 那基本上 当然那个克林顿 他是当时的那个总统 他上去很多的为安 所以说你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基本上 在那个时候 在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那是因为选举造势 所以说他基本上候选人 一定要想尽办法 跟大家在那边会议 所以在那边要机会 跟他碰面或跟他合照 机会上非常非常的多 那当然你要问我 我问我照片 对不起我没有照片 你叫我鞋也叫我鞋 有 你有照片 只是你要鞋要有一点时间 对 整理要一点时间 但是我就讲说 这个中间差别就在于说 你见总统 但是你是在那种党代表大会 但是呢 肖美琴他是就职的时候 有办法以外国使节团的身份 能够进去 这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说我是认为 谢谢大家